2019全國田徑第一次夏季排名賽 7月1號在台北田徑場展開 本賽賽事很特別的是 參賽選手皆由大會邀請 各項目受邀的8人直接進入決賽 在公開組女子100公尺跨欄 大家熟知的國手謝喜恩 是風箏戰士大運沒能現身 不過依舊有看頭 和她同樣就讀台體大的師妹林曉慧 以及台師大林詩婷 都有14秒以內的實力 排在第三道的林詩婷 第一個籃架就領先群詞 之後一路領先 以14秒37的成績收穫金牌 至於男子公開賽100公尺 楊君翰爭轉世大運 因此沒能出席 各路好手要搶當本日最速男 排在第四道的是台南大學的趙敬敏 前段落後不打緊 他中後段展現爆發力 超越前三跑道的選手 最終以10秒61衝出第一名 看完短程標速 距離稍稍拉遠一點 看到男子400公尺 台體大好手馮承應 最佳成績曾跑近47秒 穿穿黑色鑽跑排在第五道的他 第一個過彎之後 直線加速超越六七兩道的選手 接下來保持領先 最終以49秒57 塞一下金牌 鏡頭轉向高中男子組跳遠 本次八位參賽者中 就有四位是來自台中市惠文高中 其中何奎林又堪稱惠文跳跳虎 三月才在亞青賽勇奪鷹牌的他 本次靠著第四跳跳出七米三的成績 後來居上 成功報回第一名 八位選手 外星新聞綜合報導